今天就会公布美团 美团会公布业绩 那我们谈谈 因为市场都会有一些预期 就是说 其实第二季的收入 都还是会升得不错的 会升成七成的 但是第二季的列仗 就不能再录得盈利了 就有机会录得亏损了 就是市场普遍预期 我们都是看Bloomberg的那些 Analyst的预测 但是市场就关注 就是那些反垄断调查 或者那些外卖送餐员的用金 或者那个社区团构业务放缓等的议题 其实你觉得美团 譬如说那个走势来说 你觉得见了底吗? 其实 如果看回美团 业绩第一季都很厉害的 其实我之前也所说 美团今年 其实摆明了 就是不理认理了 它是志在争取收入的增长 争取市场的占预率 然后拿到地位之后 然后长钱长赚 就是这样的 就是心目的蓝图 所以其实第二季 虽然预期继续会亏损的 亦都焦点是说 其实它第二季 因为早前中央是 它直接很主动 很明显说 你这些外卖的车手 那个人工成本 那个社会福利保障 实在是不合规 要改善 所以基本上这方面 它在美团这方面的车手 所谓人工福利开支 是一定会大增 所以其实第二季 亏损会继续预料 问题就是 比第一季收窄多少 还有就是说 这个业绩 除了说成本大幅上涨之外 其次就是说 究竟看收入方面 外卖来说 应该第二季 大家一二三四五五六 基本数 其实第二季的收入 增长应该保持 更加要留意的就是 其实我们经常说 美团 我们经常说是外卖的 就是说 做外卖生意 是很大的 但是问题是 美团 收入最大是来自外卖 但是盈利最大是来自 一些酒店的订票 还有导店的服务 还有车票的订购 所以这方面 就是关于内地的旅游业的情况 这个业务 在第二季当中 究竟那个复苏程度如何 其实这个也值得关注 如果它 譬如说 好像之前攀程 这样的业绩反映到 其实内地旅游业都不错的增长 这些复苏 都会弥补回 可能在华马业务的成功上涨 那个的规损 所以我觉得 整个业绩来说 第一就是留意成功上涨的幅度 第二就是刚才说的 酒店 订票业务的盈利增长的情况 或者没有盈利增长 就是盈利情况 其三就是管理层 会透露究竟中央 跟它谈得如何 之前我们说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有一个巨颜罚款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证实 是吗 就是一个传媒的报道 究竟这方面 管理层如何去展述 未来监管方面的风险因素呢 会不会是觉得 未来也会继续有些 风险披露 可能有些罚款出现 其实这个也有关注 是的 这个就是业绩会收事后公布 我们也关注着管理层的口风 以及刚才Reed说到几大业务的盈利分布 以及走势 不知道是增长增加 还是有营专亏 这个投资者颇高位 都入了尾团 他390元就有货 他说他也明白的 他说回到他的买入价就很困难 但是他就问 现在的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他觉得现在是一个相对高位 他说是否应该现在卖了它 等到低位的时候才再罵货呢 如果你今天问 真的挺尴尬 今天收手出业绩 究竟业绩好与坏 或者市场怎么看呢 其实现在没有人说得清 其实有业绩 其实有很多变数 因为你很难估 究竟管理层和中央的商讨 或者接下来会怎么部署 都要等待这些收手出现 但是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内地的方网股的巨头 其实去到现在的估值 都相对比较低残 当然美团今年继续亏损的 你估值一定是相对为之高的 所以你说要再等待 它整个方网股的起飞 反弹 其实美团未必是首选 始终那个经营情况 的确实没有那么英俊 可以简单说一下 这些是长方长线 钓大鱼的业务规划 作为一个散户来说 你可以钓大鱼 但我没有那么长的钓鱼 是 所以你要想一下 假如今次业绩没有太大惊喜的话 其实美团的股价走势格局 都不离近期的环区域 你见到由7月底急跌三棍下来之后 其实股价到现在都大概走不出 顶是248左右 底就是说之前的底 曾经超过200下 是 183左右 183左右 其实你见到的范围都是这样的走势 所以如果你说 先假设业绩没有太大令到市场惊 或者令到市场惊起的话 走势应该不会太大变动 在这个范围里走势 而近期 因为随着上星期 美股的科技股大动 和香港的科网股股上升 升上来 贴近环区顶部 所以如果你留意一下 未来几天 业绩出了之后 如果股价可以向上 突破环区的价格的话 我建议你不妨趁着反弹 就去回 我先这样感觉 大概上去260左右的目标 否则的话 如果今天出了业绩 即明天出来开 市场的人觉得有些关注 有些问题要留意 可能会继续在反复下跌位 所以两个部署 我觉得其实真的挺退业绩 短期的走法 如果你想想 其实也可能会回家向 我突然这位观众也承认 他也明白 所以不妨你就说 如果有反弹趁势 上条看到 尝试穿了环区顶部 第一个目标 先想想 铁近250多楼上 260 再有一个目标的估出 虚少一点 希望把钱放到其他地方 赚回来 反过来 业绩 出来 市场有很多失望 要调低 不妨想一想 早走早着 感谢您的观看 突然间 感谢您的观看 非常好 感谢您的观看